《願榮光歸香港》等於義勇軍進行曲 王衛國 由近年香港國歌的風波開始 2019年8月31日誕生的《願榮光歸香港》 成為香港抗爭運動中 其中一種重要文化創作和符號 當律政司林定國 在6月5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及臨時禁制令 以禁止四項語歌曲《願榮光歸香港》 或《Gallery to Hong Kong》有關的非法行為時 更充分證實在港共政權眼中 《願榮光歸香港》 成為暴政的其中一項同處 必去之而後快 從時代背景、歌詞和旋律三方面來看 《願榮光歸香港》 有不少的地方竟然同1935年發表 後來成為中共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相似 當然 兩者在某些地方有明顯的差異 從兩首歌的歷史背景來看 《反抗暴政》 是成為兩首歌共同擁有的面向 無論是19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侵華 還是2020年代中共對香港的殖民和高壓統治 兩首歌反映大時代的人 在暴政之下別無選擇 只能本著拼命反抗的決心 和暴政抗戰到底 從兩首歌針對的對象而言 由榮光的同行兒女 連對彌制作為歸正義時代革命 和以勇軍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捉成我們身的長勝 無論是以往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或是現在 捍衛正義的同行兒女 都是強調面對恐懼、暴力、鎮壓和被消滅的時候 妥協投降只会更加沉沦 以行动反击是唯一的出路 无论是今天要捍卫正义 或是昨日要保卫国土 荣光的层次比义勇军更高 前者要捍卫自身的价值 更要推动社会变革 后者要捉起血肉长城保家卫国 而两首歌都是透过歌词反映 面对的危局而引发的情感 无论是何以这土地累在流 何以令众人亦愤恨 何以这恐惧抹不走 或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利用大有情感的形容词 带有伤痛的流泪、憤恨、恐惧或危险 目的在于强调民族已到达死亡的临界点 既有在于刺激起众人要团结起来 以行动回应危局 也能提升歌曲的感染力 有发听众的民族情感 至于描述自身如何反击敌人 荣光有何解血在流 但卖进声响透 见自由光辉香港 而二勇军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者描述虽然士兵依然受伤流血 但仍然为未来重建新的家园而努力 而后者描述士兵团结一致 在敌军攻击之下继续前进 此外 荣光以看自由来齐集者旅 来全力抗对 勇气智慧也永不灭 和二勇军的 每个人被逼着发出最后的孝星 前者带着勇气和智慧来捍卫自身的价值 自由 而后者却因为时势所逼 才发出最后的孝星 而带着一种缺一死战的艳美 换言之 荣光强调发自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的自发性行动 而二勇军反映因为时势所逼 唯有孤处一阵去迎战的状况 歌前聪有没有涉及到对未来的期望呢 要歌曲根据感染力 歌词中能够带出国家民族的未来路向是关键 荣光中的荣所指的荣耀 在于经历战役后来明来到 要光复者香港 还有奇及民主与自由 万世都不老 即是香港人最终能够战胜敌人 恢复具持续性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 二勇军中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似乎民族的命运只能够不再臣服于权势的淫威之下 做回正常人而矣 因此前者反映着人要建立和捍卫人性化的社会 而后者只能够摆脱非人性化的命运 从旋律的角度 两首歌头三个音都是 当然两首歌的节奏是有分别的 荣光的是 而二勇军的是 顺带一提 另一首中共的政治歌曲 《祸祭歌》 头一句 《起来!击航教逼的奴隶》 整句的音是 结论 这篇文章不在于比较 《愿荣光归香港》 和《二勇军进行曲》的优劣 而是强调两首歌有不少的部分 都是带有共同的特征 更重要的 是示范如何赞写《比较式》文章 选者的两件事 必须有某些共同性 比较才有意义 其次 透过比较发掘他们的儿童 进而进一步探讨背后的因素 更是别不可笑 报道无序 知情有价 香港人撑罪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